要进行试探性因素分析 在分析当中维度缩减选择因子 把所要分析的变数点选到右边 在描述性的统计量下 在勾选KMO及Battley的球形简定 点选继续 在萃取的选项当中使用内定的组成分法 在勾选抖坡图 萃取的依据是特征值大于1 接着点选继续 在转轴法当中选择最大变异法 点选继续之后再按确定 完成第一次的分析 如果要使用斜交转轴法 在分析当中 同样选择维度缩减当中的因子 在转轴法当中改用直接斜交法 按继续之后再点选确定 在转转法当中选择最大变异法 在转车中选择最大变异法